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 人们由于接触到的信息有限 很容易形成对于世界 对于科学的一些偏见 那么对于思维固化的人来说 接受科学 接受常识 到底有多难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二爷故事 这两天因为日本决定排放核废水的事 引发了国人的舆情海啸 这件事让我感到感慨的地方在于 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科学问题 最后却又一次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政治问题 非常让人遗憾 在说我的观点之前 按照惯例 我还是要给大家先说两个小故事 1830年 已经62岁的北京名医王清任 自己感到大现已至 时日无多 就鼓起勇气 把自己一生的行医心得写成了一本书 叫伊宁改错 这本书出版后没有多久 王清任就去世了 他在去世前已经预感到这本书会给自己带来名誉上的风险 所以他就在专门在序言中写了一段话 其中当有不时不尽之处 后人场欲机会 轻见肺腑 经查真补 遗诱信义 就是说我这本书可能写的还不够详尽详实 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亲自学习解剖 希望进行真补 这本在如今看来牺牲平常 在当时却可谓惊世骇俗的医书 正如王清任自己所料 在出版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医学界的恶评铺天盖地 当时在京城的老中医妹的痛骂这个伊宁改错这本书是 越改越错 错上加错 甚至就说他是一种流毒 骂作者不质量 不仁是狂徒 那么王清任在书里面到底说了什么 让老中医们如此坐不住呢 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引进了西方的解剖概念 在伊宁改错这本书中 第一次质疑了中医传统的肺腑之说 他认为传统的理论错了 所以在书中自己绘制了几十符 轻贱改正脏腑图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画的这些人体内脏图 不是凭空想象的 是我亲自看过的 大家都知道传统的中医 它本质上是起源于乌医 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传承 很多方面都是悬而又悬 像悬学一样 没有科学实证的内核 由于传统中医困于理教 一贯讲究适者为大 从来也不学解剖 被老中医们奉为归裂的这个皇帝内经 也是语焉不详 错漏百出 说来说去都是气血 经络寒热 阴虚之类 莫名其妙的笼统词汇 古代的大部分中医 一辈子他也不知道人体有哪些器官 在什么部位有什么功能 所谓的望文问切的传统医术 完全是建立在个人的观察和实践经验上 它并不是来源于科学实证 王清任从20岁就开始学习医术 悬壶俱事 但是在他实践的过程中 他发现古代的各种医术中 关于人体器官的技术 自相矛盾 悬而又悬 没有一本是基于实际观察 解剖而得出的 所以他就很感慨的说 著书不明丈夫 岂不是痴人说梦 治病不明丈夫 何异于盲子夜行 所以他很早就开始了 对人体结构的这种观察和研究 王清任30岁的时候 在河北省的鸾州行医 当时瘟疫大流行 小孩病死的特别多 死后了尸体都被气到 乱杖杆 有野狗去撕咬 内脏就露出来了 王清任就不顾危险 连续10天去乱杖杆 观察这些尸体 他发现尸体的丈夫 跟古书中描述的 完全不一样 此后他又在奉天和北京 多次去刑场上 偷偷观察尸体和内脏 向柜子手了解人体的丈夫结构 除此之外 他还是第一个解剖家畜的中医 诸如大脑才是人的思维器官 和核心中枢这种常识 在中医这一块 也是从王清任开始认识到的 正是有了这些实践的积累 王清任才痛感着 古代的医书泰晤人 就专门手绘了 青剑改正脏腐图 说明人体的内脏形状位置 但可想而知 他这种科学实证精神 在当时的中医看来 无异于离经叛道 犹辱性灵 所以很多人攻击他 交人于资格堆中 杀人场上学医道 以至于他无法在中医行业立足 他晚年只能寄居于朋友家中 在自己死之前才敢把自己 行医42年的心得 写成了伊林改错 在当时封闭的满清时代的中国 讲科学讲常识很不容易 在科学已经昌明的西方 同样是不容易的 与王清任同时代的 另外一个匈牙内的医生 为了提倡手术前洗手这样的常识 还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在19世纪中期 细菌学还没有发展起来 西方医学界认为 疾病是通过有毒的雾气传播的 是一种叫做胀气的有害威力 被锁在里面 所以医院的普遍不重视环境卫生 甚至可以说是极度的恶劣 医生也很少洗手 或者说清洁医疗用具 那手术室基本就跟屠宰场一样 肮脏不堪 因为手术后感染的高死亡率 那个时候的医院 也被称之为Dest House 死亡之物 塞麦尔维斯最初是在 维也纳的总医院妇产科工作 当时的妇女在产后 很容易得一种病叫做残乳热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细菌感染 死亡率非常高 因为当时没有消炎药和抗生素 这种病一直都被认为是不治之症 这个细心的塞麦尔维斯 在工作中就注意到 由男医生管理的产房 和由女医生管理的产房 产妇的死亡率 竟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经过他的细致统计 在1847年的每1000次接生中 男医生接生造成的死亡的个案 是98.4宗 女医生则只有36.2宗 这种差异 此前一直被认为是 男医生在接生流程的时候 手法太粗糙造成的 但是塞麦尔维斯在仔细研究了 男女医生的接生流程后发现 根本的区别在于 男医生往往手术一台接一台 过程中根本就不洗手 而女医生则普遍讲求整洁 一般都会在术前多次洗手 为了证实自己的这个猜想 塞麦尔维斯在产科就增加了 这个炉化石灰消毒液 要求医生不管男女 每次接生前你都必须洗手 在增加了这个程序之后 到1848年 无论是男医生还是女医生看管的产房 每1000宗接生的死亡率 直线下降到12.7个 这个小小的洗手步骤 拯救了无数的母亲的生命 尽管时效已经说明了一切 但是塞麦尔维斯得到的结果 却是被医院解聘了 因为在医院看来 医生需要洗手消毒这个说法 那就等于间接承认了 之前产妇死亡率高 那就是医院的责任 这不就是自暴家丑自动背锅吗 被开除的这个塞麦尔维斯 就被迫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匈牙利 在布达佩斯的一所小医院里面 以不要工资的形式 担任产房的名誉医生 在这里来 他也用同样的方法 解决了这个残阻恶 帮助产客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但是依然得不到认可 1861年 塞麦尔维斯只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 以观察报告的方式出版 但是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知道细菌学 也不清楚这个交叉感染的本质 塞麦尔维斯无法为自己的这个发现 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所以那些已经习惯了不洗手的医生同行 就认为 你这就是在哗众取宠 孤名钓鱼 是对同行有意的羞辱 所以大家都很排挤他 孤独的塞麦尔维斯 竟然被当作神经病 于1865年被关进了封人院 绝望的塞麦尔维斯后来试图逃跑 结果被看守毒打 最终死于被打伤后的严重感染 年仅47岁 直到他死后的十几年 这个细菌学慢慢发展起来了 欧洲的医学界 才慢慢的接受了他的发现 使用杀菌机来洗手 直到1880年 终于成为欧洲产房的惯例 与此类似 我之前讲的王庆任在他死后的数十年 他写的伊林改错 成了第一本被翻译到欧洲的中国医学著作 在国内也一板再板 非常火爆 虽然他的认知仍然有很多缺陷 但依然被简明不内殿百科全数 肯定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中医 梁启超也曾夸王庆任是 成中国医界极大胆的革命 而塞麦尔维斯身后也获得了辞来的肯定 他所写的《残乳热的病原实质和预防》这本书 被誉为科学史上最有说服力 最有革命性的作品之一 今天布达佩斯最著名的伊科大学 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 Google的首页的洗手步骤的那个动画 就是向他致敬 人体结构 洗手防军这样的科学常识 今天看来已经是人尽皆知了 大家也都接受了 但仅仅是在一百多年以前 即便是科学先驱已经提出了实证的情况下 依然得不到大众甚至是专业精英的理解和接受 甚至要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 过往大家看我写的很多文章 其实都是在讲一些并不高深的常识 很多人此前未必知道 即使现在知道了 也未必能接受 比如关于中医的一些观点 所以你可以体会 在知识结构逻辑思维形成定式的这种环境中 接受科学 接受常识有多难 他讲的未必是多么识破天惊的东西 但是固化的那大脑 依然会把它拒之门外 我们回过头来说说 日本核废水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在墙外已经有很多详尽的科普文章 里面讲的也都是一些浅显易懂的常识 不需要多说 只要国内的民众看得到 一般都能理解 但在官方媒体的误导之下 本来是一个简单的科学常识的问题 变成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问题 产生了不必要的恐慌 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很简单 就是经过净化处理的核污水 核废水 能不能排放 答案是 只要符合环保监管的标准 是可以排放的 世界各国都是这么做的 这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 有一系列的标准 世界上有核电站的国家 其实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排放核废水 2011年的3月 日本的福岛核电站因为太平洋地震 导致核返云敦受损 成了继切尔罗贝尼事故之后 又一次重大的核事故 在处理这次核事故中 产生了很多的核污水核废水 从2012年的10月开始 日本东芝就专门生产了一种 净化核废水的系统 叫做ALPS 叫多核素除去装置 中文翻译也叫阿尔卑斯系统 这个系统能够除去核污染废水中的 62个核素 只留下川一种 之所以这个川不能去除 是因为这个元素在宇宙的射线中广泛存在 我们每天暴露在空中都会接触到 本身就是一种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元素 它是没有办法根除的 ALPS在经过十几年的处理之后 日本在去年向国际原子能机构 申请了排放验证 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派出了一个特别的工作组 其中包含11个国家的专家 中国和韩国的核能专家也在其中 在最终审核了日本的进化数据之后 认为是符合环保的标准的 这才统一了日本排放入海的要求 中国在这个调查组中派出的专家 是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 技术合作师师长 也曾经担任过环保部的副部长 中国核安全局局长的刘华 日本的排放验证是他签字同意的 他是中共政府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方代表 你一方面签字同意了 另外一方面又要制裁 你这是玩什么呢 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福山核电站 废水的检测报告 是分别送到各个国家的试验室 进行了独立的验证的 应该说整个过程都很透明 数据也是可信的 很多缺乏常识的人理直气壮的说 日本人排的那叫核污水 不是核废水 其实不管哪一种水 都必须经过处理才能排放 只要处理达到了排海的标准 经过了国际机构的检测和认证 那就完全没问题 有些小白说如果安全 那你日本人为什么不排在本土呢 你们为什么不当水喝呢 这个粪水经过进化 也能达到饮用水的标准 你会喝吗 这是个心理接受度的问题 不是说水一定要喝了才叫合格 中国的核废水也没有排在本土 也是排进海里面 你那些核废水你敢喝吗 排海几乎是所有拥有核电站的国家的一致选择 因为大海的稀释和进化能力最强 如果日本的排放不达标 强行排放 那么我们谴责它是应该的 我相信全世界的国家不会视而不见 但是如果人家确实达标了 而且是按照国际认可的流程来处理的 甚至比你自己处理的还要好 那么你不依不饶的揪折不放 这就说不过去了 我们假设一下 如果日本人谁都不说悄悄的排放 就完全不告诉你 就像中国一样 你又能怎么样呢 那现在人家公开数据提前告诉你排放的结果 那你倒是义愤填膺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这里就不详细解读日本的进化数据了 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方网站上已经列得很清楚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这些数据已经被中国国内所屏蔽了 而且同时被屏蔽的还有中国核电站的排放数据 原来是可以在国内的网站上查到的 这次事件之后全部下架了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原因 从之前流程的资料看 中国的核废水的进化水平远远低于日本 官方之前公布的数据 其中放射物的残留度 普遍高于日本处理后的5到10倍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反向视为 大家知道日本的环保标准比中国高很多 食品安全方面的标准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的放射性环保标准只有中国的四十分之一 如果福岛的核废水根本不达标 会产生致命的危害 日本人把它排放入海 那不就等于自杀吗 因为毕竟是排放在日本的近海 首先影响到的就是日本人 而且也肯定影响日本人的餐桌 因为海产品他们自己用的最多 如果有毒那就是毒害自己 日本这么一个重视环保 重视食品安全的国家 会不顾及自己的国民和子孙后代的安全 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排放不合格的核废水吗 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日本面对太平洋排放废水 其实受影响最大的是还太平洋的国家 比如菲律宾台湾澳洲新西兰和美国 这些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也是非常严苛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反对 就中共一个人反对 实际上日本今年来紧跟美国的步伐 在国际事务上和中共渐行渐远 甚至尖锐对立 中共早就有报复之心 所以这次禁止进口日本海产品 其实不过是借梯发挥发泄不满 但是贸易领域这种愚蠢的情绪化 往往是商人八百 自损一千 在中国海关宣布禁止进口日本海产品后 率先受到打击的 却是本国的海产品 那些直播带货 海产品或者淡水养殖产品的播主 不仅面临大面积的直销和退货 还遭受了很多网民无端的攻击 可谓一片哀哄 受到年累的 还有很多和海产品相关的餐饮店 这些餐饮店其实用的都是国内的原料 但是再也没有顾客愿意上门 尽管实际的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 但是在国内恐慌性的宣传导向下 这个民众现在谈核废水色变 在信息的定向投入中 很多国人他无法获取正常的科学常识 以至于一次又一次发生 全民去抢点言这种恐慌性的可笑场景 十几年前就抢过一次了 现在又来了 这种完全背离常识和逻辑的恐慌背后 其实都是长期错误信息诱导的后果 不讲常识的后果 未必能害人 但必然会害己 实际上我个人虽然不是学习核物理的 但是我觉得日本排海这件事 其实普通人 完全可以根据常识推理就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现在的问题是 官方主导的情绪化的仇日 成了主流 任何理性的声音不是封号 就是被骂 几乎都难以立足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王亲人和赛麦尔维斯一样 宣扬的都是常识 但是就是很难被大众理解和接受 在疯狂的氛围中 虽然说正常的话 做正常的判断会有被封杀的危险 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做 坚持科学 坚持常识的人 至少当我们身边出现像王亲人和赛麦尔维斯那样 站出来勇敢告诉大家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的人的时候 我们不要急着去仇恨 不要急着去否定 这才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真正的希望所在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 咱们下期见